国内那些人都一窝蜂的过来老窝开餐馆 我看到那个东方南路啊 还往爱德那个方向 看到好多什么重庆的小面 蛋蛋面 火锅啊这之类的麻辣烫 你觉得有市场吗 你现在那边有没有国内的粉丝过来找你啊 你拍完视频 有啊 也有很多国内粉丝过来找你 有 我还不少 不少 找我比如说来见见面啊 来吹一下牛啊 有的是了解一下情况啊 但我对有的专业方面的不是很那个 不过我觉得做饭店的啊 做餐饮的 这个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对啊 来吃饭 至少要吃一顿饭 来 至少都是要吃一顿饭 不会说来了直接就跑掉的 啊 来的话反正吃了嘛 多多少少我都会给他们打着 打油给个粉丝架 是 有个折扣架 嗯 那个 总也得让别人有个好口味吧 别说是 过来吃喝喝喝喝喝 哎 到老里这里来吃 怎么那么贵啊 嘿嘿嘿 你们家那个本来价格就不贵啊 不贵嘛 不贵嘛 但至少他要说 哎 我是你粉丝不打个折嘛 我说 也要让他满足一下他们的那个网 是吧 是 嗯 虽然说不多 这也是一个新意 啊 现在那一块中餐的也不多 做中餐的 应该做穿菜的就你们一家的 嗯 我周边做穿菜的是不多 但是最近开的什么火锅店啊什么的 必多起来的 火锅店多起来的 以前我那里 两年以前 我这个两公里到三公里范围之内 只有我一家呀 只有你一家做中餐 现在不是做中餐 就我一家中餐馆 中餐馆 中餐馆 中国菜的就只有我那一家 现在今年到目前为止 最少有20家的 有那么多了吗 多啊 两三公里范围之内 最少有20家了 现在你感觉这国内那些人都一窝蜂的 过来老窝开餐馆 我看到那个东方南路啊 还往爱德那个方向 对 看到好多什么重庆的小面 蛋蛋面 火锅啊这之类的 麻辣烫 很多 你觉得有市场吗 他们这些搞的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就是说 它体量只有那么大一点 就是一人分一点呗 分一点能够坚持下来的 就是 就是把优质的 你有可能生存了下去 你劣质的 就可能被淘汰 也是的 你专业一点呢 你就能做下去 你不够专业的 那你只能被淘汰 这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是 因为它 你总的市场的客户啊 客源就这么多 对 它的体量也只有那么小 你说那个 以前只有几家 现在几十家 那个 马里来 它不是说人更多 它不是说需求的人更多了 它只有那么一些人 它只是说选择性强一点而已 是 你们家像你们家有老窝人去吃吗 有啊 老窝人也会去吃 老窝人也有来吃 特别是他们公司聚会啊 说什么的 它但还是有一定的经济能力的 它才能吃 一般普通的话 还是很少 但它喜欢吃 因为价格始终还是比老窝餐 偏贵 偏贵 如果是相对于那个工薪阶层的 打工的那些人 他应该就是吃的就是有点贵 但是如果上班的 公司里面的 当小领导的 应该是差不多的 比如说都简单的一个 就一个面吧 都是有肉的 都是有牛肉的 那个老窝米粉的话 它才8块人民币 我这里的话要贵一半16块 是吧 所以说分量嘛 可能就差不多 那个 但是价格的就 就是不一样 它都能够卖得出来 我这个就卖不出来 嗯 啊 我看你刚才手机一直想 这定餐的都是中国人吗 基本上都是有老窝人不少 我经常看上面的那个客户记录 有很多是留着老窝文 写的也是老窝名字 是吧 那种应该就是老窝人了 嗯 他们喜欢吃我们的面呢 吃那些什么盖饭之类的 牛肉面盖饭 因为味道还是不一样 肯定还是比他们那个 味道还是好吃多了 那肯定 就是说肉的量呢 可能还是要多一点点 但是味道肯定是要好吃多的 你那天我看你发 拍了一个视频发工资 你一个月现在要有10个人吗 是加上你老窝不算应该有12个人 发工资领工资的现在是10个人 领工资10个人 对 10个人一个月得开出多少工资的 我上一个月我上个月开了10100左右吧 10100 3000多万啊 对 3500多万 3500 10100算下来人民币就是10100嘛 就是我请了10个人发了10100 但我大土地分红还是另外没算进去 没算进去 还有那种没有做满的满井的 如果做上那个满井呢 比如说有工资 比如说他做了半个月有工资没算的话 可能也就多500吧 多500 可能就是1万1不到 1万1不到 他刚来的他们应该工资比他们肯定是少好多了 刚来的你们开多少钱 我们现在最低工资标准开的是250万一个月 就是包吃包做250 对 不是前面一次性来了5个嘛 嗯 前天发工资是第二个月 他第一个月给他250万 上一个月我给他前天发工资的时候 好像总的发下来 是发了多少 好像290万嘛 一个人啊 嗯 也算是蛮高的 因为有给他们涨了一点工资 是给他们 他们基本工资上 我是给他算的老挝贬值补贴 给他一人算了20 因为老挝他们来的时候才33年的汇率 嗯 前天我发工资的时候外面是三五几 你还按你还按到老挝贬贬值 他把它补贴进去了 那种 像你这样的老板很少 不是 他们本身都比较困难 你说像这种 你说他们也不容易是吧 无形之中都少了 这个看着也于心不忍 该补就补吧 就是尽一下自己的尽力而为 对 就是说 这也是小钱也没不多 是 啊 当然还有那个中视频 就是我现在拍视频不是有收入吗 嗯 头一个月给他们 呃 最低的都发了20万一个人 高的给他们发的是40万 中视频补贴 就是你现在在做这个自媒体方面了 对 给他们那个收益也给他补贴给他们 对 也补一点给他们 他们也有功劳啊 是吧 是 也有功劳 再说我这边也额外来增加了收入 也要分一点给他们 你这个做的还是值得我们学习 啊 真的 这也是应该的 就是说 反正有他们才有我们啊 啊 有了他们 有了他们这个付出 才有了我今天的这个 样子成就吧 就是像如今这种情况 嗯 嗯 都是相辅相成的 你这个像他们那几个得力杠架 还是要给他们搞点风 对啊 我就是让他们在我这里 就是 能够感觉反正我这里就是 做起来越来越来越有希望 做起来越来越来越有 越有兵头 越有兵头 所以我现在都是想 他们要是时间做的长 什么呢 以后呢 发展情况好了 刚还是刚才我说的 要是发展好了 地皮免费送到时候房子嘛 那个我这也是说啊 因为做房子的成本毕竟太高了 是 也是这么想的 我就是希望到时候能够发展到 我有能力给他们做房子 这种是最好的 你要看情况 看发展情况 因为我来的便宜 你说赠送他们一点的话 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